高度警惕 中国经济外循环中的三个归零 我们的经济可能真的要成为孤岛经济被迫内循环了 因为外循环中的几个关键数据都已归零 第一个归零是人归零 外国人不来了 大家看看我们做的数据图 口罩前正常年份的2019年一季度 到中国旅游的老外人数是370万人 2023年一季度的数据是多少呢 5.2万人 连2019年的零头都不到 比2019年同期暴跌了98.6% 排除口罩这三年的不可比数据 5.2万的入境游客这个数据 要上述到上个世纪的1975年 才能找到可比对象 我们把这个数据再拆解一下 会发现更严重的问题 这5.2万入境游客 56%来自中国香港 22%来自于中国澳门 也就是说这5.2万人里面 差不多80%超过4万人 是来自中国港澳地区的 来自其他国家的正儿八经的老外 也就看看1万人 这对于一块960万平方公里 世界排第三的土地而言 是极难想象的 老外不来中国了 这不单意味着入境游这个产业链 崩塌更意味着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的中国 有可能重新如上个世纪70年代一样 陷入无人问津 或者说少人问津的准封禁状态 区别自在于 这一次不是我们不让别人来 是别人自己不来了 我们经常担心外资撤离 其实比外资撤离更可怕的 是外商根本不来了 他们去墨西哥 去越南 去印度 去印尼 著名汉学家费正清 说过这么一句话 来盖过当时的状态 从1950年到1971年 华盛顿送上月球的人 比派完中国的人还要多 华盛顿一共送上月球的人 是多少呢 12个人 第二个归零是航班归零 外面的航班不来了 我们用的是中美这两个 为二GDPT量 在10万亿美金以上的 经济体的数据 在口头前 中国往来航班 每个月超过3000班 平均一天有100个航班 最新数据是多少呢 截至于2023年5月 中美之间每个月往来的航班数 4到6班 基本归零 你们看看我们做的图就看到了 要知道 中美可是这个世界上 最大的两个经济体 中国建国70多年 外贸算是他总额的70%以上 来自于美国这一个国家 所以你能想象 在没有战争 没有瘟疫的大环境下 全球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之间 每天只有4到6个航班 究竟意味着什么 第三个归零 钱归零 外面的钱不来了 去年一季度 外商对中国直接投资额 是1012亿美金 今年二季度外商对中国直接投资 数据是多少呢 49亿美金 是1998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以来的最低值 过去22个季度 有12个季度处在口罩期间 老是如此 这22个季度外商对中国直接投资的平均值 也有556.9亿美金 是今年二季度数据的10倍 还有多 我们经常担心外质撤离 其实比外质撤离更可怕的 是外商根本不来了 他们去墨西哥 去越南 去印度 去印里中国已经不再是外商投资的首选地 甚至可能都已经不是次选之地 我们这一代人能够犯的最大错误 就是令自己内外隔离 内外关断 外面的前部来的另一个数据是 2023年完成募集的外币基金 有8支 去年同期是多少呢 114支 前年同期是多少呢 192支 外面的前部来的第三个数据 是截止于2023年上半年专注于中国的私募股权基金 只募集了14亿美金 基本归零 而这个数据在2021年上半年是多少呢 接近500亿美金 亏一般可见全貌 人流 物流 基金流 这三流是经济的三大核心 我们不确知 目前这个外部的这个三流的萎缩 归零 究竟是口罩 地缘摩擦等导致了短期避嫌现象 还是长期预期发生了逆转性变化 而形成的长期趋势 如果是权者 我们需要寻找原因 趁事情还没有太糟之前 果断且坚决的纠错 调整 如果是厚者 那可能就真的是我们这代人不可承受之重了 我们无疑是这几十年来 全球化浪潮最大的受益者之一 我们的产能有六成以上 就是为外部市场准备的 我们谁都无法想象 如果内外关断 我们的经济再次成为一个孤岛经济 会是一个什么样子 最新的数据 7月份 我们的对外出口 同比大幅下降了14.5个百分点 再创连累新低 经济永远是互利互利 我们是需要外面的人 财物 正如外面 也需要我们的 我们这一代人 能够犯的最大错误 或许就是令自己 内外隔离 内外关断 我们不稀罕和人家来往 人家也不愿意和我们来往 我们需要大智慧和大勇气 竭力阻止和避免 我们去往这种境地 咱就个人家来往这一个cios 运达 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